再來我們講一下Undo 這個東西其實很奇怪 因為大部分的軟體都不會特別講 但是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Undo任何時間 我們只要按U就可以 Undo回去 不一定要在指令裡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Undo回去 Undo就是回復上一個動作 那回復上一個動作這件事情 大部分的軟體都有 這個叫按鈕 可以嗎 這邊叫退回 這邊叫重做 那我們大部分軟體叫做 回上一步驟 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直接按它回去上一個步驟 這都是一樣 那大家應該比較習慣的是另外一個 叫Ctrl-Z Ctrl-Z按回復 那也可以 所以Windows的快速鍵在AutoCAD 也是可以被使用 那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我們那邊有講一個叫Undo U 等一下 給各位看 U 注意看這裡 U是一個指令 Undo是一個指令 不同一個 那簡單來講 這叫簡易版的回上一個步驟 這叫複雜版的回上一個步驟 簡單來說是這樣 那Undo是差在哪裡 我先 Undo多一點 來 假設我打的是 Undo Undo 它其實有一大堆副選項可以選 也就是說很多方式 你可以進行Undo 有很多控制 它這個控制 你就稍微想一下 大概是類似 這個 我們在Undo的 這個按鈕的旁邊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說我要回到 哪一個步驟去 它就一次回很多就對了 一次回很多 那我當然也可以一次倒退很多 有一次往前很多這樣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用指令的方式 執行類似剛剛這樣 那不好意思 你不能按U 因為U是快速 你要打Undo 所以它第一個就問你 請問你要退回幾步 假設我要退到20步以前 那就一次按20 它就直接退到20步之前了 但是你要等它一下 所以是不是就是跟這個是一樣的 只是在這裡 這裡是要用看的 在這邊要用看的 你要回幾個 那在這裡就是 如果你打指令的話 就是全部都用命令式的 那除了這樣之外 因為它這裡有一大堆 它是不是說真的太少用 沒有人在用這個東西 所以我大概知道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Undo 有時候有可能 有可能我要做一個東西 叫mark 這裡 mark mark你必須先做 例如說我現在在這裡 進行了一個mark 就是記錄了一個位置 就是現在的狀態 先記起來 所以我做了一堆事情 所以我做了一堆事情 然後我做了一堆事情 好 我做了一堆事情 那我在 Undo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跳回 我剛剛那個 紀錄那個點 那個點就叫 這個back 這個b 它就直接退到 剛剛mark的那個點去 所以這個是 稍微比較特別 就是你不用管第幾步 你不用管第幾步 它就直接退回到 記號 這裡 記號這個地方 這個是 有時候有可能會用 但是說真的也很常 很少用 所以來各位你看一下 U 跟U 跟D O 跟Ctrl Z 跟這個 你就稍微看一下 雖然很少用到 但是我們還是講一下 來